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另外的几个类型 然后第一个是布尔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的指 它就两个 一个处一个force 这个处的force 也是徐文台有写的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写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里都是小写的 我处的force 我都是写的小写的 那现在如果写个大写 就是处 我们看来打印一个处 然后打印一个大写的处 比如有一个这么大写的 能够看出来区别对吧 我编写切都已经提示了 那上面这个是紫色的 后面是白色的 那已经出来这个区别了 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处都没有问题 全部小写的 后面这个直接播错了 大写的t的就不对了 所以它是严格区分大家写的 这个布尔类呢 在我们GS里边只能小写 小写表示这个布尔类型 那如果是大写的 它就认为呢 这是一个变量吧 它就去把它当作一个变量去找 几乎你前面又没有生命过这个变量 它就播错了 它会找不到 你的变量没有定义过 所以这个呢会报错 那后面那个呢 也会报错 大写的 全部大写的也会报错 这是这个布尔类型 那是小写的 小写的处和fors 报错的 我们给它注视掉 这是布尔类型的值 两个值 然后我们平时写的时候呢 就是代码里面写的时候 其实写的是出货fors 分别是几个字符 就两个大词 然后但是它真正在计算机当中存储的时候 就这个大家就了解一下 它真正在计算机当中存的时候 其实它是把这个出货fors呢 存的是一个数值 它是转化成了 处就转化成了1 fors转化成了0 它存在这个计算机里边 但是呢 拿出来的时候 它的处于内型 又转化成这个出货fors 就是布尔类型 那这个是了解一下 在内存当中存 就在计算机的内部 在它的存储空间里边存的 就是呢 一和零两存 那分别代表出货fors 所以很多场景下呢 我们用出货fors 就是布尔类型 但是也可以用一和零 就是表示真和假 就一呢 我们就是真的 零呢就是假的 或者处呢就是真的 fors就是假的 也突然会这么说 然后接下来另外的一个 两个内型 是unified和这个num 就是两个特殊的值 对它们两个呢 是不一样的 这是有区别的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型 就两个特殊的值 然后unified呢 表示你声明了这个变量 但是没有复制 没有给它复制的 那一个变量 我们前面也写过啊 就只有 只声明的时候 它默认的 我们说它就是 aniphan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声明一个 这个 这里面没有number 我声明一个这个number 我们console.log 这个number 我声明了 没有给它复制 它打印出来的值呢 就是aniphan的 打印出来就是它 所以如果说你声明了 没有复制的话 就是aniphan的 有没有问题啊 这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值 它的含义 可以表现的是 为定义或者说为复制的 它找不到的 然后这个number 就表示一个空的值 但如果说一个变量 你想要让它的值 变成空的话 你必须是手动 给它复制的 等于 它的值才平了 你不复制呢 它就是aniphan的 这是他们的反映 你不复制 那它就是默认 就是aniphan的 你想要让它明确地 表示它是空 你就可以等于 你已经闹 表示它是空 所以这两个呢 它们之间就是没有关系 你发现和闹之间 这两个值之间没有关系 就是两种数据内形 也突然会容易问他 就是它们俩的区别 它们俩的区别 就是完全两个数据内形 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我们判断了 这一个undefined 主要等等于 判断它和这个浪 是否相等 直接这样判断 它们是否相等 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出 因为这个undefined 它是未定义 未定义表示没有值 那么呢 也表示值是空 从这个真和假的角度 来考虑的话 它们都代表的是假 都是假的 没有值嘛 反正都没有值 对吧 一个是没有负值 一个是空的 所以直接用 两个等号来判断 它的结果呢 发现又是处 那么还可以呢 继续 还有一个用法 我们这个等号的判断呢 还有一个用法 三个等号 会发现它是破色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呢 这个两个等号 和三个等号的一个区别 两个等号呢 它表示相等的判断 然后这个三个等号呢 它表示的是全等的判断 全等的判断 那相等判断和全等的判断 有什么区别 我们先简单大家说一下 因为后面还会涉及到 这个相等的判断呢 它只是判断 它两边的具体的 这个值是不相同 它代表的这个值是不相同 那么这回理解为 这两个代表的 都是没有值 所以呢 把它们指的 有两个等号的判断 就相同的 就只是判断值 所代表的值 是否相等 然后这个三个等号呢 它不仅仅是要判断 代表的值是否相等 它还要判断它的数据类型 也是完全相同 那这样它们两个是 完全不同的数据类型 所以就不相等 所以全点判断呢 它是值相同 值相等 然后呢 数据类型 也相等 那这种情况 就是三个等号 那所以到这为止啊 大家就要把这个 一个等号 两个等号 三个等号 要能够使用开 我们代码里面 一个等号 它表示的是负值 是给一个值 那两个等号呢 才表示相等的判断 值相等的判断 三个等号呢 表示值和类型 都得相等 那就全等的判断 就是Andefined 和这个Nan 是呢 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 两个特色的值 这是这个Andefined 和Nan 这么一种数据类型 然后后边呢 还有一个复杂的 这个数据类型 我们叫做这个object 叫对象 这个数据类型呢 具体的 我们后面会有 专门的一些课 会去介绍它 因为它的内型 比较复杂 它里面 简单来说呢 它里面保存了很多数据 像前面的数字呀 字符串呀 都是保存一个数据 一个变量表 保存一个数据 对象的话呢 它一个对象 你们可以放很多数据 比如我放多个数字 放多个字符串 都放里边 所以这首先简单点 就是介绍它的概念 就是呢 保存 很多数据的 一种格式 一种数据类型 那详细的呢 我们后面再讲 那这里也再来说一下 就一个小技巧 我们前面介绍到了 这些数据内型之后 那不同的数据内型 我们打印出来之后 怎么去判断它 怎么更直观的 快速的去判断它 因为前面我们介绍的 专门判断数据内型的呢 有个type of type of判断一个数据的一个内型 但如果直接打印出来的 比如直接用Consulted.log 直接输出了一个变量 看到了 那怎么在这去区分 就是我不用太薄 我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 这些的 那这里是在谷歌领域上呢 会有这么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说是字符串的 它打印出来颜色是黑色的 你想我们前面字符串的这几个 都是黑色的 如果说它是数字的话 蓝色的 你看同样是全部都是这个数字 那上面黑色的表示字符串都是数字 后面蓝色的表示的是数字内型的 就是数值内型的 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布尔指呢 那 true force呢 那也是蓝色的 但它和数字虽然都是蓝色的 但能拒不开 然后这个andifind和num呢 它们就是灰色的 andifind就是灰色的 我再把它们都分别打印出来 看后面这一块 ss是字符串 黑色的 然后2呢 这是一个蓝色的 可能有点看得不太清对吧 我多放点 颜色不一样 然后这个num呢 和andifind都是灰色的 这个ture呢 就是一个蓝色的 就通过这个颜色呢 能够大概把它们去分开 那如果说是一个字符串格式的数字 它也是灰色的 也是黑色的 下面那个212 就黑色的 数字呢 就是蓝色的 那这是通过这个打印的纸呢 可以去简单的判断一下 它的这个数据内型 你能够做到心灵有数 我这个指的是个什么内型的 但是我全都放在这边 这个颜色的 我来不打印的